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國和美國持續地在南海的樹進行角力 而在昨天美國海軍第七艦隊 自行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上載了幾張圖片 圖片顯示在第七艦隊核下的神盾級驅逐艦麥肯號 有些軍人正進行一個小艇攻擊隊演習 這輯圖片當然是甚具挑機和示威的意味 因為美國一直強調要維護在南海的自由航行權利 而這次演習的地點正正在西沙海域一帶 在漏夜的時候老解發表聲明強硬地回應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亦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昨晚解放軍南部戰區發言人說到 說在10月9日的時候 美軍的麥肯號導彈驅逐艦未經中國政府允許 擅自闖入了中國西沙領海 這個說法的基礎就是基於中國所主張的南海九段線 因為西沙領海就在這個九段線範圍內 只不過南海各國比如說越南、文萊、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不承認這條九段線 而且在2016年的時候 國際常設仲裁法院就已經宣判過了 當時的裁定就是 中國所主張的這條九段線是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完全沒有效的 另外發言人說到 說美方頻頻地派出軍艦去到南海炎耀武力 強化軍事存在 嚴重地侵犯了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 嚴重地破壞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 是赤裸裸的航行霸權和軍事挑釁 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這類挑釁行為 嚴格管控約束海空軍事行動 以免引發不測事件 這個說法真的可圈可點 既然說到美方已經在侵犯中國主權 又未經許可擅闖中國領海 到底除了這份回應之外 還有什麼具體的策略來應對呢? 不會說沒有吧? 只有聲明這麼簡單? 還有他說 以免引發不測事件 這個不測事件真的可圈可點 到底美軍需不需要就著麥肯浩這件事件來負責呢? 如果是要的時候 應該怎樣來負責呢? 是叫他道歉啊? 賠償啊? 還是另有要求呢? 還有中國之前曾經提出過 有一個不開第一槍的原則 到底現在這個原則是否仍然生效呢? 在這篇聲明當中其實是沒有交代得很清楚 最後這個發言人就說 戰區部隊時刻保持高度戒備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 堅決維護南海地區和平穩定 其實這一句就跟之前那段有多少範駁 因為既然都說到 美國已經是嚴重地侵犯中國的主權 已經是嚴重地破壞了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 到底現在是採取了什麼必要措施呢? 是不是發表這一篇回應呢? 可能我的誤性太低我就理解不了 好了 其實自從特朗普中招之後 美軍的動作比往史更加頻密 在空軍方面 就出動了QM9無人機的演練 而在海軍方面 第七艦隊現在就在西沙那裡進行演習 於是很多人就產生了無限的聯想 究竟特朗普會不會在接下來的兩三個禮拜裏 自製一次十月驚奇出來呢? 如果會的話 這一次的十月驚奇應該就會是 比起往史這麼多屆 都來得更加之驚奇的了 好了 跟著就再講一下 中美兩國呢 就將東南亞國家變成了新的外交戰場 在昨天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就宣布了 說外交部長王毅就將會在11號至15號 出訪東南亞五個國家 包括了呢 是有柬埔寨 馬來西亞 魯窩 泰國和新加坡 那王毅這次的行程 很明顯就是要馬實這些國家 不要被美國方面叫走 因為早在上個月中的時候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宣布啟動一個名為 微公河美國夥伴計劃 當中承諾了會加大對微公河流域國家 包括了柬埔寨 魯窩 緬甸 泰國和越南等五國的投資和合作關係 涉及的資金超過一億五千萬美元 同時呢 蓬佩奧又指責中國政府 單方面操縱微公河上游大壩 加劇了微公河歷史性的干旱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微公河的上游 就是位於在雲南省的欄瘡江 中國就猛起那些大壩 又起水庫 又起水力發電廠等等 搞到下游就是 下苦不堪言 其實這個 微公河美國夥伴計劃 跟四方會談一樣 他們就是因為中國因素而走在一起 他們就是因為有了一個共同 不同的目標 所以就變得團結起來 四方計劃如此 這個微公河美國夥伴關係 如此 所以中國的影響力 就真的很大 你想想泰國這些 對華態度相對友善的國家 都可以被大陸激到那些網民 走上網對中國口誅不伐 然後還跟台灣和香港的網民 組成了一個什麼大茶聯盟 你說中國究竟是多麼厲害才行 至於美國方面 蓬佩奧曾經說過 想將四方會談 長遠來說是機構化 應驗了亞洲北約的傳聞 如果真的要搞一個亞洲北約出來的時候 除了原本這幾個國家 他肯定就是要吸納更多人的支持 現在肯定就是想借著這個 微公河美國夥伴關係 向東盟的國家賣手 好了 他既然是找東盟賣手 當然要先找越南 因為越南現在就是東盟的輪任主席國 而且越南幾長時間來都跟中國有點牙齒印 無論是之前的中越戰爭也好 現在的南海爭議也好 所以越南就是鐵膽來的 至於其他那四個國家 即是柬埔寨、魯窩、緬甸和泰國 其實在傳統上都是傾向於親中多一些 對華態度是友善一些 但是現在既然間在湄公河這個議題上 中國和這些國家就是炒起來了 所以美國當然是借著這個機遇 來搞一個叫做微公河美國夥伴關係 所以美國在改名方面都有他的意思 所以王毅這次出訪東南亞五國 其實有三個國家都是跟這個夥伴計劃的國家是重疊的 包括了柬埔寨、魯窩和泰國 只是沒有去到越南和緬甸 你說這次王毅不是想趁機來去鞏固 中國和東盟之間的關係 就假了 至於說 為何蓬佩奧會選這幾個國家呢 很簡單 就是要圍堵中國 在中國沿海已經有了第一島鏈、第二島鏈了 再加上四方會談當中又多了一個印度 剩下哪些國家是跟中國在陸地上有邊境接壤的呢 印度旁邊就是緬甸 緬甸旁邊就是魯窩 魯窩再旁邊就是越南 正正都是湄公河流域國家 也是在這次夥伴關係中涵蓋了的國家 所以 在南邊的陸地邊境 如果這些國家都肯跟美國合作的話 就已經是將中國重重圍堵住了 當然 除了這些國家之外 印度上邊還有巴基斯坦 然後就有一小段是跟阿富汗接壤的 跟著對上就是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和俄羅斯 中間還有一個蒙古在做緩衝 東邊的就是跟朝鮮接壤 所以中國就特別著重跟俄羅斯的關係 至於那些中亞國家 那些前蘇聯的加盟國 那些就跟美國大南都招不起來了 所以現在美國找到東南亞國家來都去尋求合作 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這些東南亞國家 尤其是越南和菲律賓 都沒有試過反對美軍在南海一帶進行軍事演習 包括他自己演習也好 或者跟印度或者日本的聯合軍演也好 反過來中國解放軍在南海進行演習 越南的反對次數就是最多的 所以美國不在這裏尋求合作去哪裏呢 這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